欢迎来到《难得没见》24H居然夸赞王一博的热烈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像很少夸赞像王一博这样的演员 不是被说资源咖就是被炒演技粉丝可见 万万没想到王一博居然这次被夸了 真是有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有种不可思议 虽然目前热烈正在上映 票房没有往上吹捧的火热 却也没有卖惨博取同情 也没有故意拉踩 不讲武德式营销 走得堂堂正正 大鹏携手主创 一直在路演的过程中亲力亲为 估计就是这份诚意 再加上电影品质的保障 没有过度的营销 才会让UP主们改变看法 这次不少的影评人和UP主 都改观了对王一博的态度 在街舞上 肯定了王一博做出的贡献 评价说他厚道之人 专注自己不断人后路 哪怕自己不太会说话 可是人家诚恳 实事求是 不卖惨 用作品说话 表演看下来自然不落入俗套 这次老邪说电影 这位知名的UP主 在王一博风起洛阳上映的时候 可是把他踩在地上各种踩踏 面瘫脸加拉胯的演技锦粉丝可见 当时的引发了粉圈与之争论不休的场景 堪比大片 可想而知当时的盛况 那正是王一博爆火的2020年 吐槽王一博付出的代价 咱们就不说了 那就是直接删文 不再提及 可是给王一博造成的影响却不小 让不少人对于王一博的演技 还有他的粉丝 都披上了滤镜 没想到这才一两年过去 他再度卷土重来 夸赞起了王一博 这让粉圈的人大惊失色 这种改观 的确鲜少有的 都知道UP主从来不夸人 都是从蛛丝马迹中找草点的存在 这次夸 感觉是变相的贬 听了一下他的评价后 人家说看了热烈 让自己干尽十足 肯定了这部影片的价值 这部影片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估计他自己也被剧中的人物共情道 才会有感而发 其中 肯定了王一博对于热烈的定义 是准确的 在街舞上 王一博是无可挑剔的 他就是适合 让人舒服 同时他认为这是黄渤演技表现不俗的一部作品 中年人的市井油腻 无奈于选择 也只有黄渤的演技可以压得住 其他人的加入 如同点睛之笔 哪怕戏份少 却苦中作乐 把热烈的态度填满 这是一部清洗剧 借街舞作为在体来表达现实中的平凡人 这种作品 有着深刻有内涵的内在 才会触及大众内心 看过后 都会被剧中不同人物的经历给触动 看到这位老邪的点评后 跟我们考完后的感受 没有太多差别 诚意之作 无语过度吹捧 热烈的态度就是朴实无华 难得让喜欢吐槽的UP主门夸赞 放大了格局 也让我们欣慰 没有走过度营销的套路 热烈目前拿下了七个多亿的成绩 对于小成本作品 他都赢了 可是对于王一博而言 希望大家还是支持一下 这个电影圈新人 拿下一十个亿这个小目标 可能对于他而言 电影之路才算是刚刚起步 放大格局 才能让电影市场百花齐放 我们需要王一博这种演员 用作品说话 不卖惨他是本分的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